上一次很早之前好像是第一次上空开课的时候 我这边讲了一下MD的这个软件 简单的说了一下 然后没有说来做一个衣服 或者是深入的一个讲解 这一次的话我们因为可能就一个小时 做一件衣服的话 我估计加上雕刻 加上JB里面的一个修改的话 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我这边的话 今天的公开课的话 可能主要的讲一下 我们游戏和CG还有美宣 这三个方向MD到JB里面的一个 服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思路 太过于太深的一个细节上的一个调整的话 如果有时间我们后面可能 在公开课再往后面研究好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分批试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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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面讲 OK 首先之后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次方线下实体班的一名代课老师 我叫文文老师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高气墙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官网 然后大家的话可以去官网去加下我们的一个群 然后以前的资料和现在资料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有需要的话可以拿一下 那么首先是模特技巧 什么是模特技巧 就是我们做服装肯定需要一个模特 对吧 常规的话就一个T-Post 就是常规的 常规的A-Post和T-Post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我这边的话找了一个模型 是我以前做项目用到的一个脑膜 这个然后他是没有衣服的 然后我就就刚才简单的把他加了个衣服 这个稍微的注意一点 你再等一下直播金没了 这样的话他手臂是平行的 那么他是一个T-Post 他整个这个东西的话就一个 等一下稍等有点卡 这样的话就是T-Post T-Post可能在CG里面用的比较多一点 CG因为他这个 这个是好像游戏用的比较多一点 记得有点混淆混淆了 这个游戏里面就就这样一个十字架 然后如果说是CG的话 好像是A-Post A-Post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降下等级 有点卡 就他手臂是这种垂直下来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话会容易摆骨骼一点 就是绑定骨骼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种这是CG的就需要动画 就是这两个的话 就是一个常规的两个动作 他导到我们那个MD里面去做服装就行了 这个我就导出一个 我随便导出一个 然后回到我们的MD MD然后这边的话导入一个导入opgo就把模型加进来就行了 这边导入的时候我们选择打开模型 然后是这个我就保持默认 然后注意一下它是它的整个场景的一个尺寸 这边是厘米 然后你确定就好了 因为模型过大或者过小是会影响到你的布料的一个密度的 密度越大 它的这布料的细节就越少 密度越高的话 它的褶皱就越多 这个头也导进来 我就不用管它了 OK导进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再去打板做衣服 我们再回到PPTPPPP这边 然后是他这个常规的A POS和T POS 然后这边的第二点的话是一个动作的姿势转换 这个动作姿势转换就是我们在做美宣的时候对吧 游戏和CGIT可能这样做出来 其实可以用了 如果在做美宣一张一张宣传图的时候 那他需要有一个POS 就是你在这个状态下打完板 然后再给它转换一下 就是比如说这个 他这个 我们把它虚化一下 然后再给它旋转一下 OK然后再导出 桌面 回到我们的MD 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有布料 有布料 有布料的话 我们再给它替换一下就行了 我们简单的替换一下 现在是没有布料的 我们到ROBI GO 然后同样是BODY 然后把它改为这一个模式 就是它的一个转换模式 然后顶及确定就好了 他会在场景里面把模型的形态进行一个改变 这边的话我们是先用这个 T POS 我们先讲一下 重新的把刚才那个这个导过来 OK 然后我们我记住往下 然后是第三种情况下是特殊的 一个体积的一个支撑 特殊的一个体积支撑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会 偏向于一个技巧性的一个东西 有一些服装他带动作的 他比如说一些 这个我大家给他举例一下 那这种披风 披风它是要飘起来的对吧 然后是泡泡秀 然后是泡泡秀 也是泡泡秀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会鼓起来对不对 这种感觉啊 就这地方我们 是一个手臂是这么细的 但是它的袖子会脏起来啊 这是第二种状态 然后还有唇子 还有一些 比较支撑的比较开的那种唇子 就是那罗尼塔的那种唇子 罗尼塔的这种大的唇子 比较大的这种大唇子 那么遇到这种 和体型不符的这种服装的一个造型的话 那如果在我是我的话 我会将啊这边的啊 手臂这边的体积给他进行一个 膨胀就是做一个代替屏 但是有点像大力顺手了啊 这个 大概是这种感觉 膨胀啊 这后面的话体积也大概得调一下 啊 就然后是把它的这个 啊 就是啊 啊说简单的就是调体积啊 就是调体积啊 这个应该有一个动态细分 我们把它关掉 嗯 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把它导出 然后在 MD里面进行一个服装的制作啊 这个的话也是我比较喜欢 然后比较经常用的一个啊套路 特殊的一个支撑啊 就是这样做的话 你的啊布料就可以完全的把这个 绣子的体积感给它表现出来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包包对吧 那种小书包的那种东西啊 有一些书包方格子 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个方块 在进在里面新做一个支撑啊 新做一个支撑啊 这样做也会比较好啊 然后我们回来啊 PPT 啊 这个三个状态三个状态的东西的话啊 一个是APOS和T POS 然后这个动作的一个转换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模型啊 这个啊比较常用啊 然后我们去往下面看 然后做做那个服装啊 做MDS 我们啊需要打板的这个打板这个东西啊啊啊 可能有些同学会 比较纠结这个打板 那是我觉得板片基本上都是一个调整出来的 啊他有两种板片思路 一个是标准的板片制作 另外一个是基础的板片进行一个调整啊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下面这一种 然后上面都有这一种的话是一个啊 是一种那种啊 类似于啊一个写实的一些项目啊 有一些 厂商的一些标准板片 你可以拿过来直接用是吧 我们可以在网站直接去搜 直接去搜就行了 在上一期的公开课里面 其实我们有这个东西有那个呃 板片给大家提供的 那这种别人做好的也可以用啊 也可以用 然后衣服打板 有一些写实的一些衣服啊 这是都是md里面出来的啊 嗯 但是别人用的啊 你可以去用的试一下 不合适的话自己再调 但是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 就是一些真实的服装的一些打板 这种的话可能更加的 啊 合理一点更合理一点 像这种这种服装啊 就是你看到某一个写实的一个服装 然后款式差不多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大概的也是第二种就是基础打板 啊 技术打板就是啊 我们s键啊 s键 然后画一个方块啊 这个角色好像是10比1的 我之前做的应该是一个 cg的一个项目 应该它是10比1的场景有点小啊 角色有点小不是场景的小 然后是啊 我们按x键 调出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你的啊 金榜的这一个线 就是金榜这里有一条线 对不对 啊 缝线嘛 啊 金榜这一条线 然后是夜窝下面有一条线啊 啊 这两个线 就是下面这个口子嘛 这个口子 他这边应该是连起来的啊 从这个金榜这里 然后到下巴这里啊 到下啊不是 到夜窝下面啊 啊 他是连起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断开啊 然后是啊 脖子这边 脖子这边的话 这边是你的领口 然后这边的话是你的胸 锁骨上面 锁骨上面这一点 大概是他如果做好的话是这种圆的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点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点 OK 然后我们按 这一键 这一键是选择点 然后把这两个点Delete删除啊 然后这样的话 他一个板片的啊 这个线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C键 按C ABC 是吧 然后这边 因为他袖子是一个圆口的 对吧 是个圆的 所以我们给弧度 然后拧口也是一个圆的 也是给他一个弧度 OK 好了之后我们选择A键 选择整个板片 就这个地方A键 然后Counter加D进行一个镜像 Counter加D的一个镜像 好 然后我们再选择A键 然后把这两个选中CounterC 加CounterV 啊 复制在旁边来 然后是我们把它怎么样呢 放在你的背后去 啊 我这边用的是MD9啊 MD9的版本已经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版本了啊 啊 应该还好啊 有如果说有思路的话 版本我觉得是无所谓的啊 Shift加F 他可以调出我们模型的一个安排点 我们点一下安排点 他可以稍微的匹配一下我们模特的一个体型啊 然后再把前面两个啊 Shift加F 出来 然后点一下中间这个点 OK Shift的F把它关掉 那么版片弄好之后 我们再去调节一下他的一个长度啊 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想稍微长一点的话 那你需要选择这一键把下面拉长 OK 然后是你需要把这个缝线N键 N键 那你前和后给它缝润起来缝润 然后上下缝润 然后前后前面的加上后面的 Q键退出 然后按一下空格键 结算 OK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础 一个版型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往下面做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的话 那你需要去在右边这个窗口2D版片这边去给它调整啊 比如说这边两个后面 我觉得它有点像那种小背心了 如果说我们想改一个呃衬衫或者是一个呃 其他的一些服装的话 它的领口应该是没有这么低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后面的版片往上面调 啊 我这个电脑的话 比较老了 我这电脑所以啊整个操作会比较卡一点 OK 然后再调一下这个曲线的一个弧度 按一下空格键解锁 解算一下 然后他这边的话就上去了 然后你如果说还是觉得他这个东西太低的话 那你再往上面去 再往上面调就行了 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做一些微调 微调 好解算 OK 还可以 然后我们的金棒啊 因为这个模特嗯不是那种特别写实的一个身体 他这个 他这个点 他这个金板 应该是一个倾斜下来的 然后他应该它是个T-Post 所以他这个 啊模型 他的这个金板会比较平 如果常规情况下 这个两个点是要靠下一点的 这样倾斜下来 倾斜下来可能会比较 更加的贴身一点 OK 啊这个的话是我们上一的一个基础板片 然后是袖子啊 我们在做袖子的时候 可以把右键先给他冷冻掉是吧 然后这边S键 直接的给他来一个方框 方块 然后我们A键右键一下啊 在这个2D4图里面右键 这边有一个Shift加Z的快捷键 就是显示我们的线的一个长度 然后这边是袖口的长度 加上这一个 这个是这两个线段 就是这个圆的一个长度啊 这是前面的 然后这个是后面的 我们看一下2D线段的一个长度 34.23.48对吧 23.48 我们把它X键加一个点 然后把它拉起来啊 就是这条线 加上这条线的长度是23.48 OK 然后这个板片 我们先给他调一下啊 Shift加F啊 我们放在金板的上面 好 然后啊 这边的这条线啊 看一下是这条线啊 对应的是这边的啊 这条线啊 就是 OK OK 那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的长度要相等 那11.74啊 选择这条线右键 然后改变长度 啊 11.74 然后我们选择全部 全部的话是左右加长 开端的话是啊 开始开始端加长 尾端的话是尾部加长啊 就是说我们 啊 居中 然后进行一个变长 但是这样变长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弧度啊 向上的一个弧度 这样才是正常的 啊 整个板片 我觉得应该稍微的可以短一点点 稍微短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拉起来 啊 然后把这边也新给他拉起来 啊 等一下 等下我们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种弧度的 然后选择这个点之后 我们把上面往上拉啊 然后下面这个点这个东西 我们往下拉 往下拉啊 这显示他的这种S型的一个造型 更加的匹配你这个袖口 啊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这边往上拉 然后这边往下拉 然后这边的线 我们重新的改变一下他的长度 右键11.74 另外一边的话 啊 全部都是11.74啊 那这个我们也改11.74 如果说长度不同的话 大家把这边改一下就好了 啊 全部 11.74 OK啊 这好了之后我们按一下N键 就是缝纫线啊 把这两个东西给它缝起来 好 然后缝好之后 我们不要解算 因为我这个这个身体是被我 膨胀过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做的基础 啊 基础的一个啊 板片 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个常规的啊 我们 倒入欧币沟 然后选择啊 常规的一个身体 好 这是常规的一个身体啊 这袖子袖子的话 它的长度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往前面拉拉长 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给它延伸 好 这边延伸好之后 我们左边的好了 让我们右边 其实也要有一个袖子 我们直接的Counter加D 进向到右边啊 进向右边之后 它这个 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3D视窗的现在当行的 这个位置是根据我们2D视窗的一个位置来的 如果说你复制的更右边一点啊 就是这边有个影子 对了吧 2D窗口里面有一个角色的有一个模特的一个影子啊 一个投影 如果你更靠右或者靠下靠上 那么他这边的话也会更靠右靠上和靠下啊 如果啊 那也没关系 我们把它平移过来就行了 或者是Shift的F啊 把它安排在我们的安排点上面也行啊 下面来一点啊 上面来点啊 啊行啊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空格镜结算 再袖子就缝上去了 啊 然后再把下面的这两个东西给它缝上去 好了啊 然后A键全选解锁 OK啊 这个是我们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版品 就是所有的服装 这我个人认为 所有的服装都可以从这个最基础的一个 呃概念上面进行调整啊 啊 切线呀 调它的尺寸啊 弧度 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后面调 都可以调到一个比较 合理的一个服装造型啊 然后这是上一的 然后我们再花个几分钟 把裤子的一个基础板片给大家说一下 上一做好之后 我们给它冷冻掉 裤子也是一样的S键 我们到腰倒退啊 腰倒退 S键来一个方块 然后我们要干嘛呢 让嗯 如果说是做小口的 那你知道把这个地方稍微的收一点点 对吧 小口的 嗯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点 就是把中间这个地方给他 啊删掉 然后C键把这个弧度给它拉扯一下 啊 截图一下啊 就我们可以往这边看 这边可以加条线 然后这边再加一条线啊 这边再加条线 那么这边的板片是你的腿的侧面 这边的板片的话可能是你腿的正面 然后这边的话是你腿的内侧 内侧的一个厚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方太短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往这边来一点 让让你的腿的内侧的长度更长一点 然后选他 然后Counter加D复制 镜像到另外一边去 然后选他和他 啊 CounterC CounterV粘贴复制 啊 SHAVE的F安排点 这个腿上安排点好像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我们再调一下就行了 好,然后我们在N键给它缝润一下 前面不能这样缝 要是前面的腿和后面的腿缝 这两个缝 OK 然后是你的这两个地方 这是臀部和小腹 OK,然后空格进行一个结算 好 这边动好之后 因为这种裤子多半情况下 是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放皮带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选择这两个东西 右键 然后板聘外信 板聘外信扩张 就是往外面延伸一下 我们给一个2 有点少 我们给一个5 给一个5 我们5有点多了 4 这个应该差不多 OK 这扩张之后 它这个测销一下 它这个虚线 它这不是死线 我们要一个死线 就是内部线 这个版本有点旧 应该这边会有一个深层内部线 这边没有 好 这边有了 扩张 外部扩张 就板片外部扩张 它没有那个线 板片内部扩张的话 它有这个线 有这个线 我们就用 然后右键给它进行一个紧切缝纫 然后选择 选择这些点 把这个东西稍微的长一点 裤子有点短 2 3 4 这个往上面稍微挪一点 好 解算 有点太长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裤子的基本的基础 最最最基础的一个一个一个打扮了 就是上衣和裤子分别的一个基础打扮 然后裤子的话 你如果说想做一些其他的造型 也是从这个基础上面去改它的长度 或者宽度 或者侧面的一个 线条的一个弧度 就是有一些裤子 它的臀部 女性的臀部比较大 那你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出来一点 然后膝盖这里会细一点 这样的一个S型的一个造型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好 这边基础版片影视的可以了 之后我们再说一下标准的一个版片 包括标准版片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是有一个 呃 案例的 就是有一个影视的一个录片的 就是我在准备公开课之前是有准备一个小视频 啊 那这个的话是用基础版片做的 那不是基础版片 就是从网上下的一个标准版片的一个西装的一个打板 啊这边刚才点错了点到别的地方了 我们重新开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从外面导入一张服装是吧 然后贴在我们的布料的纹理上面啊 贴在布料纹理上面 然后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些呃工厂里面的那种版型 然后我们直接的用啊多边形工具 给它把这个板片给它切割出来 嗯这个切割我就大概得跳一下吧 这个就跟着线把它切一下就行了 然后切完之后把它的曲线把一些曲线的地方再调一调 然后再把它的缝线给它缝纫上去啊 给它连接一下 连接好 然后一边左边的话是前面的 然后右边是袖子啊 我们Shift的F然后把它先贴上去 可以单独的指定某一个板块进行单独贴 贴完之后 然后再手动的移动一下 这个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衣服板片我们前面做一点小 所以我整体的稍微的给它放大了一点 然后再给它调节一下 可能体型不是特别合适啊 可能体型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板片肯定是OK的 板屏的一个切信啊 肯定是OK的 这边这把右边的稍微匹配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秀领口啊领口要再给它缝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基础基础的一个板图上面领值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所以我就根据自己的一个思路把这个领值后面做了一个微调 因为西装的领值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 它是比较硬是吧 比较板正 这个在我们后期再调节一下整个东西是吧 长度不太一样啊 是吧 它不够长我们再给它调一下 OK 后面再给它缝起来 主要这个侧面中间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点窄的 因为它这个西装的款式是那种紧身的修身的那种西装 它侧面的那个板块很窄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这个侧面的板块其实调的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西装的领值它是翻过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有两个固定针 固定针按住W键 然后单击一下 然后再把它领口给它翻过来 大概的确认一下两个领子的一个位置 这个领子还是挺好的 因为如果说我自己用自啊 普通的板片就是通用板片去调的话 可能效果还没有它这个好 因为我如果在做的话 我可能在那个翻折的地方会有一条线 那个效果做出来就会比较硬 不会像它这种直接一个板皮翻过来这种感觉 然后尺寸还是挺好的 就在用一些工厂的一些板片的话 在制作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些技巧 其实后面这两个小的多出来的地方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必要 因为它这种工厂里面的这种打板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有一些包边或者一些东西的一些处理 我们也没必要把它做出来 后面我那个东西应该是把它删掉的 这边大概调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稍微快近一点 这边的话就在调侧面这个松紧 太紧身了 我们稍微的调一下它的比例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袖子再给它匹配上去 袖子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西装的袖子它是一个带弧度的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是一个直的 它是带一点点弧度的 它有点像那个 那个那种月牙的那种斗角的那种感觉 往外微微的带一点弧度 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看这种工厂里面的打板的话 其实在做的时候很常规的就做成一个直筒 这边缝线比较多 所以要梳理的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把另外一边再给它镜像过去 然后再缝纫起来 我们测试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我是直接在MD里面 把它的袖子的 把角色的骨骼稍微的调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两个胳膊伸直的话 就是造型和西装的感觉有点不太好 我就稍微的调了一下 想让它的细节稍微多一点 再调一下 因为前面有点不太贴身 用了两个固定针往后面稍微螺动一点点 这边袖子应该是两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扣子的 是扣着扣住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这个地方是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点 就是金绑这里都是一个比较垮的这种感觉 不太像西装那种比较板正 比较端庄 比较那种庄颜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些地方 如果前期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把zebra型里面的 这个角色的金绑这里 就是加一个金垫 就是我们在西装这种比较 特殊的一些服装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啊 这个收小 这好像收不出来啊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海民体的一个东西 看一下女性的这种啊 就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海民垫 有一个海民垫 然后前面的话看似是比较值的 但是从侧面看 它是这种像一个倒过来的一个U型的感觉 然后这是我们的金绑是吧 这种感觉啊 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在MD里面把这个造型给它支撑起来 那就要需要用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这个知识点特殊的体积支撑 把那个金绑给它叼一下 体积感给它做出来 那如果说你没做做到这一步之后啊 做了这一步之后 就是我视频里面的这一步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JB里去去处理啊 不要在这里去调了啊 这个就没必要去调了 调也是白费 很难很麻烦 比较麻烦 调肯定是调出来 但是比较麻烦 你可能花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调整 但是在JB里面可能就几分钟的事情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把板片给它倒出来单个 然后我们这边合并合不合并 其实啊 对于我们 游戏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OK 这边我们服装倒进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会用到两个两个插镜 OK 我们继续看一下PPT 啊 尺寸调节这个东西 刚才我们在做基础版面的时候 其实是给大家已经演示过了 就是注意缝线的长度一致啊 注意缝线的长度一致 那这边我们在 嗯 MD这边 袖子这边啊 就是你的对应的性段的长度 要尽量的保持平均啊 他这个地方才会比较工整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你想让他有一些褶皱啊 有一些褶皱啊 这边褶皱 那你就把一边长一边短 他就会出现一些挤压的一些褶皱 我们看一下一些服装 那这种西装他这种造型的话都是一个比较平整的对不对 比较干净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顺的一个感觉 比较顺的感觉 但是有一些服装有些服装的话 他这个地方 嗯 比如说是啊 这个衣服的一个袖口这边啊 袖口这边明显的我们上面这里会有很多褶皱 然后下面是一个平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就是下面的长度肯定是低于上面的长度的 而如果在2D视图的话 他可能下面的是这样的一个长方形 然后上面那他的一个长度可能是这么长 那么他多出来的这一节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这样的一个褶皱 用他的长短长短的一个差距来进行一个褶皱的一个细节啊 嗯 所以长短 然后是用较低的面数调整大型 然后大型确认好之后再改更改属性或者是制作的一个褶皱效果 那这边我们基础版型做好之后啊 就上面这个我们把裤子给他冷冻掉 然后右镜给他冷冻 然后把他啊 这个东西给他解冻 解冻之后我们绣着这个啊 关节的地方应该会有一些褶皱 啊我这边在做的话 如果说想让这个地方出现褶皱我会这样啊 我会把这个袖口这边 然后右镜啊进行啊 啊内部性巾距啊给他一个二吧二应该够了 然后选择他进行剪切啊 剪切缝纫 就做一个袖口的感觉啊 然后再选择他右键进行一个冷冻 这个还没有对称啊 是另外一边的 就是这边啊冷冻 那这个东西冷冻之后 我们再结算他的因为他的啊 袖子从这边到这边的整个长度是固定住了 我们只用改变 改变这两个袖子的 一个下面的这个长度啊下面这个长度 再给他稍微长一点点 OK 那中间的一个长度会更多 那么他中间会堆出堆砌出这种褶皱啊 这是一个啊 比较通用的一个做褶皱的一个方法 OK 啊我们把褶皱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褶皱我们已经调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整个模型的一个面数在右边这边有一个粒子进去 我们给他改一个小一点 10 那这个10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够的 因为我这个模型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是偏小的 我这个是10比1的一个角色身体啊 所以你他我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布料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少的一种面数可以看一下 他的面数很少 那我们可能需要再给他高一点 给他进行一个 我 啊面数越多 当然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就会越卡啊 会卡的会比较难受啊 啊像像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不是特别呃 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这样操作 那我建议的操作是先把这个面数改高啊 让你的电脑负荷减少的情况下 先把它调出一个大型 先把褶皱的大型也可以按住W就W键点一下 得到一个固定针 然后去拉扯一些特定的一些褶皱效果 啊有这边再固定一下啊上面固定一下啊 这个边再拉扯一下把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啊 这个地方再拉一下固定一下啊解算 然后再拉一下啊 啊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啊 这一字型或者X型的一个褶皱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让他少一点 而其他地方我就先给他冷冻掉 因为我想稍微的隐私的时候不那么卡 所以我前面其他的板片冷冻掉 啊不要不要让他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这边的板片的话 我们给他进行一个啊 直接给他三五以下 他就会提示你会比较卡啊 OK啊这边比较三啊 选新选一个三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再添加一个新的一个 因为这边是他的织物 就等于是他的一个材质球 那么给他选择他 然后在下面可以给他调一个啊 这边的话 你大家可以去用谷歌翻页 或什么东西翻译一下啊 如果英文好的话应该看得懂啊 我用的比较长的就是皮革的 然后这边的丝绸的 然后上面的绒的 那大概的还有一种效果就是大家随便选一个 然后然后选好之后在这边按上和下 他是快捷切换 可以看你的褶皱的一个形态效果 哪一个是合适 然后你就用哪一个 也不一定是百分之一百的 某一个单一的服装 你必须得用他的啊 布料的一个属性 这个也不是固定的 就是你的效果好 那你就用哪个啊属性就OK了 那这边我随便选一个吧 选一个我先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回车进 然后让他解算一下 ok 我们再暂停啊 这个命数比较多 然后解算的时候 我们进行像我当前这么操作一样 你解算一下 然后就马上暂停 然后counter加w 把这个固定针解决啊 就是取消掉之后 然后可以把这个地方再给他改低 那么再改低 他的命数会更多 然后你再解算一下啊 一到两秒就OK了 你看到他在动就OK了 给他暂停掉 ok 那么这个褶皱的话 就会比较好一点啊 就会比较顺一点 然后也会继承 也会继承你的这个 布料的一个属性啊 然后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其他的布料 比如说这个 我们再选择他的一个皮革 这皮革会比较硬 他的褶皱可能会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普通的样式的 然后我们再结算一下 他会比较紧啊 这会比刚才那个更紧 ok 这个衣服可能会比较小啊 啊 我这种状态下 我不建议大家去拖拽他的褶皱了 如果要拖拽 那你就回头去把它改到10 或者15 再去调 用固定针 把它的形状调一下 啊 命数多的情况下 这是用来一个优化 它的一个造型 简单的解算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这是啊 个人的一个经验啊 然后是一些比较固定的效果 可以在这臂里面完成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西装啊 西装啊 就西装的那个一些啊 固定的效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西装的肩膀的那个精电 精电 就那个精电的一个电子的感觉 对吧 你如果说你要把那个地方显示出来 那你就需要用一些啊 啊 要么用用模型把体积感做出来 要么就是在这一把形里面进行一个啊 调整 就不要在那里面死卡啊 啊对啊 往往游戏方面会有圆化的固定设定一些不太好调节的地方可以在这边的去制作 因为嗯 如果说一些项目 一些项目 他呢 那个效果的话 他必须让你调到那个固定的一个褶皱的一个方向啊 或者大型 然后这边JB MD调节和时的时候你不太好操作的话 啊 因为MD的话 他更加的偏向于那种 呃 比较还原一个真实的一个感觉 他会比较自然一点 自然的一个解算 如果一些固定的一些效果想做出来 而你在这边调会比较麻烦的话呢 我建议是在JB里面去去用 嗯 MD辅助一下 然后在JB里去给他雕刻一下 调节一下 嗯 好 啊 那这边是个人的一些小的一些理解啊 不要啊 就是一些特并的细节 不要去给他进行一个特别使的一些制作 必须得MD去做完 做到一个完毕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会比较困难 然后到了我们的第四个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啊 稍微的一个重点 就是MD到J到JB稳定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技巧啊 OK啊 啊 啊 首先是啊插件 这个是我们啊 在啊 试题班教学的时候是给大家啊 建议的一个流程啊 然后这边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啊 首先自动部线插件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自动部线插件 然后他会将你的啊 MD你的部线进行一个规整啊 这个是当前的一个部线啊 啊 这个部线就是全是三角面 如果说你强行改成四边面的话 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三角面 三角面也是比较奇怪啊 啊 他那个插件的好处就是在JB里面直接的点一下 他这个三角面全部都变成四边面的情况下 然后他还会有一个啊细分等级啊 你MD里面的这个 因为他的面数很高才会出现这种褶皱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说你想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那你JB里面的面数也也一定要会一定要很高啊 如果说你JB里面的面数很高的话 那如果再往后面走 如果再做一些CG或者是其他一些项目面数很高 那你在软件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而且项目的话规定会有一些面数对吧 啊最低的面数最高面数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要把它的面数加下来剪下来 然后用他的啊 这些组织细节 让他保留在我们的等级的细分上面啊 啊 这边的话是我们那个视频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啊我们看一下视频 我们是如何进行转换的 给大家看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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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在使用的时候是一直在爆错出了一个bug 他这个bug的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版PIN的一个导出的一个方式 就是他有时候会提示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个结合 就导出的时候我们暂停一下 选择服装然后你在这边导出嘛 导出欧币沟重新选一下导出欧币沟选电的 然后这边服装然后保存 这边的话有个合并和不合并吗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解除合并 我们解除解除合并就是这个插件里面 我刚才出了这个bug 我们直接的演示一下吧 就不看那个视频了好吧 这个直接导出来文件 导出欧币沟选电的 然后是服装 然后单个目标我们解除合并 然后厘米歪轴向上 这些确认好 预备的话我们这边先不用预备 因为这个插件好像用不到 不用管预备 然后回到这边 ok到这边 ok ok 这个东西我们给它撤销掉 ok然后再可以新开一个文件 我建议是新开一个文件 不要在你的旧文件里面做容易出问题 ok这个是我们刚才做的服装 然后是它这个是分开的 你自动分组就知道了 自动分组它每个组都是分开的 然后我们有这个服装之后 我建议是大家先创建一个副本 然后进行一个隐藏 然后选择你的这个服装 我们把插进装进去之后 插进是有一个安装的一个教程的 大家自己去装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们会放在那个啊 资料资料里面啊 啊这边有一个资料对不对 资料免费资料 然后两个插进啊 装好之后在你的工具 在这个工具下面有这样一个东西的 这12345有5个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转换 然后保证有等级 然后给你进单的进行一个抛光啊 这个是啊这个抛光啊 然后这个第二这个下面这个是一个风格化的处理 它的褶子会比较硬啊 比较硬它转换一个就像一个聘器的感觉 就是你的褶子这边我们用聘器笔刷啊 这一个聘器笔刷 给它啊比较精锐的感觉啊 风格化的一个处理啊 这个转换 那么这个转换呢 是将你的三边面全部变成四边面的情况下 保证物体有等级 但是它不会进行整体的一个柔化的一个抛光处理啊 这个上面这个是有抛光处理 这个是没有抛光处理的 然后这个这个的话是拓补 就是它只会改为四边面 然后造型这些东西都不会去动 也没有等级 然后这个是给一个厚度 在你当前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厚度啊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要有等级 那你有厚度 那你没有细节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我就这边直接点下这一个第一个啊 这个大的单击一下就好了 啊 他会自动计算 OK OK 然后点击确认啊 然后嗯 嗯 哎 替建 啊 这个应该也是出问题了 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我们 啊 啊 t 键 并且 contra 加n f 这个没有等级啊 但是秘书改过来了 刚才这个应该也是出问题了啊 所以我们再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重新导入一下 嗯 嗯 这边我再创建一个副本 然后隐藏一下 然后再给它计算一下啊 是不是还会出问题 点击确定 好 这边他就转完了啊 然后再大家看一下啊 他是有等级的是吧 啊 啊 这个是我们转完之后的 然后这个是之前的啊 然后这个之前呢 我们按下D键就写一个动态续分 啊 这两个东西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 唯一啊 有一点点小效果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会比较啊 柔和一点点 对吧 会柔和一点点啊 之前的话会更加的精锐一点 那么他这个柔和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转换的时候 他会进行一个按抛光 简单的一个抛光 就在啊 并行里面 他的一个抛光的感觉 他会给你一个ponish 嗯 然后这个物体的话 他是有等级的 就是有细分等级对不对 那OK 有细分等级 然后他有啊 褶皱有细分等级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OK啊 然后现在还有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他的一个厚度没有对吧 有一些项目他会要求我们有厚度的啊 这个地方啊 啊 然后啊这个我们自动部线插件 是吧 刚才是说的保留等级和整理部线啊 手动定加细节 以及调整 就是在当前这个状态下 我们再去给他雕刻 在GP里面加缝线呀 然后加口袋呀 或者是一些造型的一些微调 调完之后 一直都在一个没有厚度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操作啊 记住啊 我的习惯是先不先捕捉厚度 先捕捉厚度 捕捉厚度 把褶皱全部都雕刻完毕之后 就是有效果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简单给大家刷一笔啊 这边刷一笔 我这个用鼠标刷的我就大概的刷一笔 嗯 大概这样刷一笔刷一个啊 刷一个刷一个刷一个 刷一个简单的一个褶皱啊 假如说我们这边调完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用用用那个厚度插件啊 厚度插件就是厚度插件的话 他会保留我们的模型等级 然后再给他一个厚度啊 插件也是在我们这个里面啊 然后就是两个嘛 两个插件嘛 然后装好时候 他是在J插件这个里面有一个啊 一旧的keep 然后是他的等级啊 这个是厚度啊 这个整个的厚度 然后这个的话是你的方向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一下就行了啊 点一下 ok啊 这个的话就比较厚了 我们就撤销啊 J插件 然后这个0.01啊 啊 -100的话是向内 然后正100的话是向外 ok啊 这个厚度也是有了 但是还是比较厚啊 就如果说做一个写实的一个服装的话 它还是挺厚的 0.005啊 然后确定 ok啊这个厚度可以啊 褶皱有是吧 是 然后shift加d counter加d 这个等级提升 那也不会改变我们的造型 也有等级也有厚度 然后是他这个里面啊 会就是啊 会有一个游戏的一种制作方法 就是他把一些看不到的面是给你删除掉的 看到没 他内侧一些看不到的面是删除掉的 那如果说你内侧的面你想要想拥有啊 这我我全部都要好的坏的我不做选择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关掉优化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素质越高 它应该是越多啊 然后你把这个关掉就行了 关掉它这个里面的面就是传着封起来的 就封口了 封口啊 看一下这个布信 这个布信还是ok的吧 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在比较平的地方都挺好的 这些地方的话可能稍微有些小问题 我们再手动的修一下 手动修一下 手动修一下 手动修就行了 ok 游戏和美宣应该是用这个流程是绝对是够的 只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影视CG 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布线就是啊 这些地方的布信和关节一模一样 那么这种方法的话 那你就需要手动的在三维软件 TOPGUN或者MAYA或者3DMAX里面 手动的给它布信了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用快捷的方法了 那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个人作品应该是这个流程是完全是够的 好吧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啊 视频啊 看一下PPT啊 这两个东西讲完之后 然后最后就是整体的修改和整体的自改 自改的一个优化了整体的优化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我这个服装 我这个西装也没有优化多久 大概还比较快的一个十多分钟 大概就优化了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的时候是 就是着重在讲那个转换 没有说去后面的调节啊 这领口有点高 然后我们往下面稍微得压一点点 插进领取大家加群就行了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官网上面会有个群的 OK这个脸子的话它有一点膨胀啊 但是我看一下参考图他这个脸子会比较平整一点的感觉 会啊所以我整个东西往上面稍微压一点点 然后紧引的话也是微调一下 这边在我后面看 然后啊衣服上面啊就是西装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所有的这些图所有这些图啊 这种 减退一下 就这种西装它会比较板正一点 就比较工整就不会一些过过多的一些碎的一些褶子 或者是一些凹凹性的比较大的一些褶子 它会比较平整一点点 啊这种西装 这个还是比较软的西装 啊这种这种游戏风格我们要找一个写实的西装 啊都是像这种比较工整啊比较平是吧 这是地方都没有太多的一个褶子啊 看这种拉伸的比较大的地方扣子扣起来 才会有这种拉伸的褶子 比较干净啊 整个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 如果说扣着不扣起来 它会有一个自软瞎垂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边啊优化的时候会 嗯把它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传播给它抹掉啊 传播了我也 我也不想在这啊那个md里去调了啊 我不想去调了 就把这些地方抹掉就手动的大胆一点 打到自己想象的一个效果 后面的传抹了啊 啊这边的刻线看一下这个袖子这边的景影大概调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袖子大概的啊 金板会有个金钉的感觉会支撑的比较起来啊 手动的把它叼出来 然后这个是缝约性的感觉啊就把它叼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缝约性上旁边就是 袖子这里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小褚褚对吧 一些表面的一些起伏 然后我们再稍微的优化一点 后面的再调一调 稍等一下啊 嗯 金板上面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找些参考 它的有一些板型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收紧就收口 就是如果说你的紧身的腰线的话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收口的感觉啊 我们先雕下 然后用膨胀笔刷给它稍微的刷一下 让它有一个挤压的感觉 然后侧面的话我会简单的用膨胀笔刷给它来一些起伏 然后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口袋 直接的画一个遮罩挤出面 然后给它做了一个厚度 做了一个模拟的感觉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扣子的扣眼 直接叼一个空洞出来 那这边还有些小瑕疵 然后再微微的调一下 啊 西装的啊 这边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看一下 嗯 这边刚才应该是找了一个参考啊 就是扣子的金具 这个我拿的不是很准的情况下 我会去大概的去翻一下参考 啊 这个应该是在看参考 啊 撤销 啊 这边在找参考 这扣子的大概的一个位置 然后把旁边的这个缝线大概给它刷两笔啊 就是这个大概的演示一下这个效果吧 然后口袋也是画了一个遮罩 然后给它挤出 然后再给它挤出一个厚度 啊 贴进去 那做一个假的后袋 假的口袋 然后上面大概的微微的刷两笔啊 上面啊 这边的话啊 全部都做完 大家可以发现我是在用一个命片的一个状态 去给它做的啊 命片的状态 就前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命片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处理完之后 然后我在后面 啊 后面我们再去给它做一个厚度 啊 这边是开始做厚度的 用这个插件给它挤出一个厚度 啊 这边厚度有了啊 厚度做了之后 但是它这个地方会比较硬啊 冰原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用柔啊 那个是墨石笔刷 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也行 给它稍微的柔和一下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布料 不是金属 微微的调一下 然后都融化一下 融化一下 然后边缘再调一下啊 这边的话 我再加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照波 给它处理一下纹理 大概最后效果大概就这样 但是这个袖子的感觉我不是特别舒服啊 然后所以我后面的话 啊刚才稍微的啊 在直播之前 我就简单的大概就刷了两笔啊 这个袖子也不是特别好啊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啊行啊 这一次公开课的话啊 这视频应该视频和这个案例视频和这个啊 啊资料应该都在群里面可以领得到的 然后大家啊 如果想再去看一下的话 就看一下 然后如果不懂的话 在群里面可以去 可以问我 或者是找作家老师问一下 然后我这边的话也会给大家啊 给大家讲解的 好吧 那行那这一次啊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的公开课的话 就先说到这里 好吧 然后这边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了